沙地阿拉伯石油设施预袭等同于引爆了中东火药桶 在美国剑指伊朗就是导致沙地原油产量减半的元凶后 白宫和五角大楼双管齐下下令扩大对伊朗中央银行的制裁 同时加派美军和军事设备前往中东协助防卫 美国政府甚至还放话这只是第一步 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峙剑拔弩张 五角大楼星期五宣布 作为制衡德黑兰的第一步 美国将加快进行向沙地和阿联酋派遣部队和军事装备的计划 集中在防空和导弹防御上 军事行动箭在险上 而美国早前已经有了行动 特朗普同一天宣布 美国扩大对伊朗央行的制裁 切断所有资金来源 并形容这是针对一个国家的最高制裁 美国双管旗下 无疑将纪尼部激怒德黑兰 国际石油市场坠坠不安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美国扩大对伊朗央行的